下载iTalk BBTV App 观看更多精彩视频 赵薇自从上周所有作品遭除名后 目前官方没有放出关于她的任何消息 而一时间她本人的去向也成为了一个谜 与此同时 在赵薇遭遇这一系列的下架封杀后 细心的网友却发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现象 让大家直呼心里发毛 关于赵薇的去向 截至目前都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唯一的线索便是一张来自于匿名网友的爆料 8月29号 有位网友在知乎上以回答问题的形式透露 赵薇好像连夜跑路了 并且是坐的包机去的法国波尔多 因为该名爆料网友的朋友身居波尔多 他正好在机场看到了疑似赵薇一行人 据传飞机是法国时间27号凌晨2点20分左右到达 该网友还补充说 他查了所有航班信息 在该时间段是没有航班入场的 所以只能是跑路用的专用包机 下飞机后 赵薇上了一辆丰田车 随后该车辆以巨快的驾驶速度驶离了机场 该网友还调侃地说道 他的朋友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快的丰田 除了周杰伦的EA86 最后这位网友还推测 赵薇现在应该和他老公黄有龙 在他们波尔多乡下的酒庄成功会合 该消息一经发出 立刻引发网友热议 有人将信将疑 亦有人感觉消息好真 细节丰富 小编对此消息的真假 也没办法做出准确的判断 因为首先 其实赵薇在法国有多达四座葡萄酒庄园 这在先前的消息中有过报道 葡萄酒庄也是赵薇众多投资项目中的一个 但赵薇和黄有龙的关系 不太符合这位网友的描述 因为据传 这两人早已冒合神离 先前 赵薇还被拍到与富二代绯闻男友一起吃日料 更加佐证了赵薇应该已经离婚的消息 不过 还有一种可能便是 黄有龙近几年一直债务缠身 所以在法国躲债 赵薇如今又爆了大雷 所以两人如今又风雨同舟抱团取暖 也不是不可能 第三个不确定因素便是中国海关 以他们的执法力度 像赵薇这样的敏感人物 不应该那么轻易地就会开关放行 比如 吴亦凡刚出事时 便有网友也爆料说 其已经逃回了加拿大 后来事态的发展也证明了 吴亦凡只能束手就擒 毫无逃跑可能 那如今 同样的事情在赵薇身上 难道他有什么首演通天之力 小编也不得而知 但赵薇现如今消失 却为一个事实 因为包括连圈中好友王菲在内 全部都与他失联 一个多年前也是宏极一时的女演员 袁立 也在网络论坛上留言透露 圈内已经没有能联系上赵薇的人了 包括天后也是 袁立去年三月不知为何 微博突然遭永久禁言 自此 他改在自己的官方论坛 以昵称上帝是我父亲发文 袁立提及赵薇时 坦言 我也不知道赵薇怎么了 我家的有圈内人的群里 每个人都在问 没有一个知道的 袁立更爆料有个小道消息 只说有名圈内好友 试图用微信联系赵薇 却发现赵薇疑似 连通讯软件账号都被封锁了 但这件事的真实性还有待评估 赵薇出事后 还被在大陆进封的Instagram上 发过一次贴文 但是不到一小时 便被删除 在贴文中 赵薇晒出了三张照片 第一张是放在书架上的布偶 第二张是树上的果子 最后则是晴天下的一棵树木 他还写下 最好的季节 和爸爸妈妈在一起聊天 就好像自己从未长大过 真好 更在下方回复网友 北京初秋 最佳阅读时间 大自然是魔术师 似乎是在澄清跑路传言 透露自己人还在北京跟父母一起 但既然是澄清谣言 为什么不到一小时就删除贴文了 此举让小编感觉更像是在欲盖弥彰 赵薇出事后 还有一个现象也让广大网友无法理解 在现如今的舆论环境下 如果一个明星出事 那与之相关的所有代言与商业活动 可能都会第一时间站出来宣布解约暂停合作 但赵薇出道这么多年 拥有非常多的产品代言 但她的作品一夜被下架 而代言品牌却全部晋升 竟然没有一个站出来与之切割关系 甚至是哪怕默默地在代言品牌官网上 下架她的照片的行为都不存在 不少网友对此现象回应道 完全就跟鬼一样 全都神隐了 现如今 赵薇这件事在网络上吵得沸沸扬扬 但是官方却没有发出任何一点与之相关的消息 这反倒让人感觉此事非常不简单 就像有的网友说 人都被消失了 罪状一点消息都还没出来 直发毛呀 确实参照最近几位出事的明星 在舆论刚一传播开来 各大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便纷纷站出点评 或者为此事定基调 但赵薇这次 没有一个官媒站出来发声 可见这件事的复杂程度 大家都不敢轻易发言 只能等待最高级部门的权威声调 曾经站得有多高 今日跌的就会有多惨 这句话如今看来要在赵薇身上应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